所以二日有网友在上海某舞蹈室偶遇露寒 偶遇的网友表示现场有不少粉丝在拍露寒 不过大家没有尖叫而是默默的拍照 照片中露寒穿着粉色短衣黑色裤子 戴着帽子穿着打扮十分休闲 在网友偶遇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拍照的时候手一定抖了 即使画面都糊了 但依然挡不住露寒的高颜值 四月一日是一年一次的愚人节 小时候我们总会被骗 现在长大了不再轻易被骗 不过今年愚人节还是被露寒无情的欺骗了 中午时分他突然更新了一条图文微博 在这条微博中他写道 今天愚人节发张自拍 并附设了一张所谓的自拍照片 而他这条微博更新不到一小时 便收获近十万的转发个评论量 大家都表示露寒这种做法是赤裸裸的欺骗行为 纷纷向他讨要一个说法 显然露寒沉迷于愚人节的节日气氛当中不能自拔 用这样的老梗来套路粉丝 但这样的老梗似乎也受孝身好 要不然网友们在看到露寒这条微博后 也不会直呼他是个大骗子 而从他这条微博更新不到一小时 便获得近十万的转发和评论量 这也足见露寒在当今娱乐圈内的超高人气